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五花肉的表皮扎出小孔 没有针也可以用牙签 随后在表皮处抹上大红蔗醋 再涂抹上一层粗盐 最后在五花肉的四个角插入短竹签以防粘底 热锅下油 油温四成 五花肉皮朝下 入锅小火慢炸 将表皮炸至金黄色后 将肉翻转至另一面 将整块肉炸至金黄后捞出 泡入凉水中备用 重新热锅 洗净的酸菜入锅炒出水分后捞出备用 将稍微泡凉的五花肉切片 热锅下油 将蒜末 蒜末 入锅爆香 随后加入南乳炒匀 肉片入锅炒匀 加入生抽 加入生抽 挖油 高度的白酒 清水 最后加入适量的糖 加盖焖煮五分钟左右 出锅后将肉片装入碗内 随后将酸菜铺在肉上 将汁液淋入碗中 最后上锅蒸三十分钟左右 出锅后将肉扣入碟中 加入油菜半碟 一盘香喷喷的酸菜扣肉便做好了 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五花肉入口即化 酸菜吸收了浓郁的汁液 咸酸入味 您对我们有好的建议 有喜欢的菜肴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西南三味每天更新不同的家常菜 让家人忘不了家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